河北农村京县神奇八卦景 冬天冒热气夏天节寒冰 平常冰个西瓜放点蔬菜瓜果比冰箱都好使 甚至还能直接把里面的东西冻住 一到冬天井口一直有热气飘出 这怪异的现象让村民们忧心不已 有人说这是因为村里的龙脉断了 也有人传这是山神血灵了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个八卦景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河北省兴隆县双林村 有一则留言迅速传播开来 据说于中庭家发生了一件怪事 他们家的井简直跟成精了一样 在井里放的那些瓜果蔬菜 竟然都结冰了 这哪还是口井啊 这是挖了个冰箱吧 一时间十里八乡的人都听说了这件怪事 恨不能直接到于中庭家开开眼 而处在话题中心的于中庭也有些纳闷 自己不过是挖了口井 怎么就引发了这么些诡异的事呢 说起家里打井这件事 于中庭家还真不是一时兴起 其实他们村是个小山村 一直以来吃水都比较困难 常常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 后来于中庭实在是受不了了 于是就想着在家里打口井方便一些 于中庭对打井这个事十分上心 为此还请教了村里的一些能人 不过由于当时缺乏勘探的工具 他最后选择用一种比较古老的方式打井 也就是往后黄豆的方法 先在准备打井的位置打几个洞 然后在洞里放一小把黄豆 最后用完把这些黄豆扣着 等上一夜之后再查看黄豆的状态 如果黄豆已经发生了膨胀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水汽足 在这里打井没啥问题 如果黄豆一点变化也没有 那就趁早换个打井的地方 于中庭一板眼的照着上述的方法操作 没想到第二天一看黄豆已经出了小牙 看来自己选的这块地水汽特别足 于是就开始张罗着打井的事宜了 只不过于中庭往下挖了两米多 底下的沙子和石头依旧很干燥 在挖到四米的时候石头越来越多了 而且这些石头的形状还很规整 就像是经过了人工打磨一样 这时于中庭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顿时浑身都哆嗦了起来 原来在他们村附近 就有好几座黄陵 顺治康熙等五位皇帝都埋在此处 这该不会是挖到古墓了吧 但是于中庭后来一想就觉得是自己多虑了 于是继续往下挖 然而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口井都已经挖到八米深了 可还是一点水都没渗出来 怎么看都不正常 毕竟这里的水汽很俗 但是找了好多人看都找不出毛病 于中庭最后也只能自认倒霉 把这口快挖好的井给放弃了 原本于中庭家已经把这口井一忘了 但是第二年夏天 又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于中庭就想着把这口井当成地窍用 于是就把家里的瓜果蔬菜放了进去 挤出它下去的时候 就感到有一股凉气传来 但是于中庭并没有想太多 没想到第二天起床一看 里面的蔬菜竟然都结了一层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当时外界的温度已经有三十多度了 怎么看也不是结冰的时候 河北山村挖出神秘八卦井 冬天冒热起夏天结寒冰 甚至比冰箱都好使 但这怪异的现象 也让村民们忧心不已 有人说这是因为村里的龙脉断了 也有人传这是山神血灵了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个八卦井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不过于中庭看到这种情况倒是非常开心 毕竟夏天太热冰点刮过正好能结束 而这件离奇的事情 也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整个村里的人都听说了 大家纷纷来到于中庭家参观 在看到这口井确实和传言中一样 能把所有放进去的东西都冻得邦邦硬 村民们对这口井的神奇功能也赞叹不已 不过为啥这口井会有这样的功能呢 对此村民们各有各的说法 有人认为这口井是在龙脉上 于中庭肯定是八井的时候 不小心把龙脉扒断了 所以井内才会有寒气 虽然这种说法还不太靠谱 但还真有不少村民是这么想的 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认为 兴隆这片地就是龙脉的所在地 而双陵村的西北面有个龙窝村 南面又是个九龙潭 这都和龙有着深厚的渊源 所以这能生兵的井与龙脉 也脱不了干系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山神显灵了 甚至还有村民觉得是挖到了古墓 这井底的寒气是从古墓中传出来的 说不定就有人为了保持尸身不服 在墓中放了张寒冰床啊 总而言之大家的猜测五花八门 而这口神秘的井名声也越来越大 渐渐的大家也给这口井取了个名字 就叫太奇八卦井 衬得上它那神奇的能力 本以为能生病的八卦井已经够稀奇了 没想到一道冬天八卦井又大显身手了 这次不生病反而开始冒热气了 底下与外面的温差能达到二十多度 这是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冬暖夏凉 而八卦井的名气也越穿越大 很快就有客考队来到双陵村探寻真相 当时正知剩下他们在对双陵村进行勘察之后 就来到与中庭家了解八卦井 没想到用温度计一侧 井口的温度已经低至零下了 和外面三十多度的福天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着考察队就被于中庭的行动震惊了 之间他从井里提出来几瓶水 瓶底甚至都已经结上冰了 这让专家对八卦井的内部情况非常好奇 在确定井底有充足的氧气后 考察人员穿上冬衣下了井 然后发现井底并没有常见的土壤 反而出现了很多大小不一的冰块 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专家们集思广义最后猜测或许和冰川有关 于是立即按照这个设想在村子周围考察 结果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山峰 那是一个幼形古时典型的冰川特征 而这个幼形古正好离八卦井没多远 但是通过地质研究并没有发现冰川形成的痕迹 所以之前的猜测直接被推翻了 不过专家却发现 那里岩石的形成是倾斜的 八卦井正小处于他们所对应的方向上 而且双陵村四面环山地势较低 按理说八卦井应该会积存大量的水 可是他却只生冰块从不出水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专家又在不远处 发现了火山岩和夜岩 河北山村挖出神秘八卦井 冬天冒热气夏天结寒冰 甚至比冰箱都好使 但这怪异的现象 也让村民们忧心不已 有人说这是因为村里的龙脉断了 也有人传这是山神血灵了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个八卦井中 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这才摸清了八卦井形成的原理 由于地质活动造成 地下岩石形成了巨大的破碎带 因为当地海拔高气温低 有大量的寒气进入破碎带 而且地下水的流动路径也遭到了破坏 在上升到八卦井的位置时 遇到更冷的环境 所以水源就会迅速结冰 时间一长就形成了冰层 所以八卦井才不出水纸结冰 至于为啥冬天会冒热气 专家也表示这是温差太大导致的 因为冬天外界零下一二十度 而井口的温度则保持在零度左右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井口更暖和 至此八卦井的秘密终于真相大白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杰作 只能用奇观来形容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